COVID-19疫情重创经济 越南民众年中缩水 农历年心情大受影响 年火大街冷冷清清少了年味 有民众表示 受到砍半的年中非常难过 也不打算在过年 添购新行头 越南2020年4月下旬 被COVID-19疫情攻破 最严重时期 全越南63省市 有超过三分之一同时封城 而首都河内市与经济枢纽胡志明市 陆续寄出的相关防疫管制 加起来超过半年 过去越南企业或工作单位 通常会发放年中和元旦两笔奖金 不过今年以回报发放的 62.7%的企业来看 年中奖金平均发进一个月的薪资 年减3% 而约55.2%的企业 发放元旦奖金 平均每人获得136万月顿 相当于新台币1664元 于去年相较大坎超过四成 有些人顺币 有些人顾好亚的财应 也是质量发生计之一的 产 意味ών 根据股市与之一的 状企业 部곳的经济 官方节是有的 有些人顺利 由于买家 到这里 有些人顺利 他人顺利 不作幺 那些人顺利 产生 以前下企业苦称也重挫民生经济 市调公司去年11月所做的调查发现 有64%的民众表示 财务问题是2022农历年最为担心的事 民众只能更精打细算 减少出油 减少开支 中央社界陈嘉伦 河内报道